持续来关心的地方建设 结案乡东昌活动中心户外篮球场等周边设施 因为年久失修 乡公所是向县政府争取了经费来进行重建 而3月初完工启用之后 乡长游淑珍是协同罗多威乡民代表 和社区发展协会干部到场会刊 确认设施安全防护无余 后续场地也将会交由东昌社区发展协会来协助管养 提供乡亲休闲使用 全新铺设的篮球场还有桌边树穴还有花圃的重整 东昌活动中心户设施焕然一新 这是结案乡公所向县政府争取经费 并且通过代表会同意制筹款 来完成的篮球场重建工程 针对结案乡所有的活动中心耐震补强的部分 我们这四年来陆陆续续的完成 也针对于我们活动中心外围的所有的环境 还有设施设备 逐一来做进行的一个设施的补强 那今天呢是来到了东昌 我们有很多的运动的需求 还有呢年轻人的篮球 以及布女姐妹的舞蹈班 运动等等的这个需求非常的重要 所以今天东昌活动中心呢 利用了我们县政府 挹注了130万的补助 经过了代表会自筹33万的款项 来做好整个设施设备 设施面的完成 也带给社区一个非常好的乐活环境 全新完善的设施空间 需要大家共同爱护使用 因此社区发展协会也呼吁民众 要遵守使用规范 呼吁我们住户爱惜使用 因为很难得争取到这笔经费 把它完成修缮之后 我们居民要善加利用 不要去破坏或者那个故意的 去人为去损害它 维护我们整节 把垃圾用完带回去 不要留在这边 我们现在是禁止机车 进入我们场域里面 因为我们周遭停车其实很方便 出入口都蛮多的 其实距离不是问题 然后我们这边就是平常打球 就是早上的7点以后 到晚上9点左右 因为晚上夜深人静 不要造成住户居民的困扰 这样子呼吁大家遵守一下规定 东苍活动中心广场各项设施 都是遵照多功能安全便利 使用原则来兴建 更调整泄水管道 有效要避免积水 希望这个场域 未来能够成为社区居民 运动休闲的新选择 介统会吉安相报导 帮助他在你身边分享 教你的保护 不要来 林大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